临近凌晨2点时 玛丽组合被野猪吵醒 这东西一般都是夜间行动 锋利的獠牙长达10厘米 手无寸铁的人类一旦被攻击 那基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所以普玛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因为跑肯定是不可能跑过他的 只能大声呼吓吓跑他来保护自己 惊险地度过一晚后 次日的首要计划就是把火升起来 钻木取火的任务交给普玛 朱莉负责加固住处 一番忙碌后天又黑了 逐渐失去耐心的普玛 想要直接喝水来接壳 朱莉提醒他这不是明智的选择 并接手了钻木取火的工作 普玛以休息为由 来到离营地较远的地方 找到一处水质不错的溪流 喝下了未经处理的生水 而连续两天滴水未进的朱莉 已经开始脱水 她的身体无比虚弱 再这样下去就得冒险喝生水了 普玛赶紧来到小河下游 试图找到几条地下支流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被她找到了 经过土壤过滤的地下水 是可以直接饮用的